已婚男人私下就不要再跟婚外的异性 频繁聊以下三件事情了 频繁的聊啊 就是男人想变心的前兆 第一件事就是聊闲片聊闲事 你今天忙不忙啊 吃饭了吗 吃个什么呀 就是一些有的没的彼此的关心 可一旦开始彼此关心 就是已经有依恋了 有渴望了 这就已经开始在越界了 第二件就是聊感觉 哎呀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感觉怎么样啊 哎今天我看到什么 我觉得难过还是开心啊 我今天工作经历了什么 压力大不大呀 或者小时候我经历了什么 让我很难受的事情 一个男人一旦开始和别人 吐露自己的感觉感受 就是在聊新事 就是已经向对方敞开心碑了 对对方的态度也开始有了依恋了 这种感情已经不是普通朋友了 第三 就是跟对方聊 对自己老婆的抱怨 一个男人跟别人说 我老婆事儿特别多 天天给我找事儿 弄得我特别累 但是我能怎么办呢 或者这个男人还说 你看看我为了孩子 我只能忍着 那还有一些男人会说 我老婆脾气不好 情绪不稳定 我老婆根本不知道心疼我 一旦一个男人 总是平凡地跟异性 吐槽自己的老婆 那就是向对方释放一个信号 我这个鸡蛋是破的 你可以过来吃一口了 真的 你婚男人 无论跟外人聊哪一种话题 都说明他俩俩感情不一般了 如果你看到你老公和异性 聊这三件事当中其中任何一件 你千万不要不当回事 很多家庭出问题 都是从老公平凡跟异性聊天开始的 你要知道你老公现在和对方是什么 状态 什么程度 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化解 可能未来会越来越厉害的家庭危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